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议会交易产品简介入门系列第二章股票 股票是一种有价证券 股份公司将其所有权借由股票进行分配 股票投资者以股票作为公司资本的部分所有权凭证 成为股东获得股利或股息 并共享公司成长或交易市场波动带来的利润 及分担公司运作错误所带来的风险 作为股东您将获得以下五点权益 一参加年度股东大会 二收到公司财务报表 三获取股息 四三与股票增发 五股权回购 股票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是企业所有者通过上市筹集资金 并将股份出售给投资者 二级市场是企业上市后将已发行的股票进行买卖的市场 全球知名的股票二级交易市场 包括美国纽约交易所 纳斯达克交易所 香港证券交易所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等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概念 IPO即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 首次将它的股票卖给公众投资者 以实现募集资金 私人公司将通过这个过程转化为上市公司 以澳洲为例 公司在上市前需给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提供基本信息和计划发行的股票数 一旦招股书被ASIC备案 在二级市场中通过经纪人进行交易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二级市场中的股票交易方式 澳洲股票交易所ASX 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公开 透明且严格监管的交易环境 只有持牌交易者才能参与交易议会 作为典型的持牌经纪人 能够为客户提供上千只澳洲股票作为选择 除此之外 议会也为您提供全球多个主要交易所的股票交易 包括美国、香港、英国、德国 您耳熟能详的股票 苹果、特斯拉、腾讯、阿里巴巴等 都可以在此交易 除此之外 议会将按照每家公司的股息派发日 为符合资格的股票持有人派发股息 同时也为您提供五倍杠杆 帮助您实现资金的以效博大 议会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 一般性投资建议及技术指导 股评报告以及线上讲座 为您的股票交易之路铸上一臂之力 股票投资的风险与回报并存 股票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宏观经济风险 行业风险 公司运营风险 政策风险 汇率风险等 该风险可能使得您持有的股票价格 低于买入价 产生浮动亏损 若您以低于买入价的价格漫出股票 则产生实际亏损 如果您持有公司的股份停止运营 那么该股票将无法在市场中被交易 这种情况下 股东只能收到部分或无法收到原始投资款项 股票的收益来自于未来价格上涨的可能性 股票升值后您的资本将随之增加 股息也是投资者获利的方式之一 股息是指公司将其净利润分配给股东的一种回馈方式 是以股价的一定百分比锚定 为投资者提供相对稳健的投资回报 不过公司没有义务支付股息 建议投资者参考公司的历史派息记录 以及盈利状况 来判断未来是否可能支付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议会首席分析师Steven 我们下期再见